最近中国女排3.1大法官打败巴西女排,挺进半决赛,接下来将会对战波兰女排争夺决赛的席位。 在这次的比赛结束之后,围绕着中国女排的表现引起外界很多的关注。 这一次中国女排一改之前小组赛的糟糕状态,扫清了所有的阴霾,延续面对美国女排那场比赛的超好状态,最终发挥出色,把巴西女排彻底打哭。 也让在比赛过程中多次干扰我们的巴西球迷彻底自闭。 回顾这场比赛可以发现,中国女排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还是多点开花,不管是李盈盈还是龚翔宇这些核心球员的发挥都非常出色,最终大家团结在一起,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。 在赛后的采访中,主帅也十分认可这一点,认为球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,所以才能够笑到最后。 当然了,这场比赛结束后最为可喜的,还是中国女排新一节李盈盈的爆发崛起,她再度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在这场比赛中,李盈盈砍下全队最高的16分,再度融应中国女排的分王,而在之前的多场比赛中。 每一次在中国女排处于危机的时候,她都能通过进攻帮助中国女排得分扭转局势。 包括本场比赛面对巴西女排同样如此,李盈盈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建功,不愧是中国女排的新领袖。 之前大家一直都在期待朱婷和张长宁回归,扛起主攻的重任,现在来看,李盈盈已经具备能力逐渐接过这两位老大姐的班,带领中国女排走入新的时代。 这不得不说是非常好的消息,赖亚文和蔡斌彻底赌对了。 还记得此前两个核心主攻手因为伤病的问题,没有能够回归的情况下,很多穷迷都很担心中国女排未来的处境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蔡斌和赖亚文没有其他的办法,只能培养新人,培养新鲜血液,让中国女排完成接班的工作。 如今经过这两年的整体的组建之后,李盈等人在得到更多表现机会之后, 他们逐渐提升自己的实力,尤其是李盈盈从一个替补主攻逐渐成为首发,现在更是一跃成为中国女排一姐的接班人,有机会在将来接过朱婷的重任。 这一点无疑是非常可惜的,证明赖亚文和蔡斌他们没有看错人人,这样的办法是行得通的。 毕竟中国女排的老一队队员的岁数已经逐渐变大,球队不可能一直依赖着他们,等待他们来拯救中国女排。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花被动为主动,主动引入更多人才培养更多人才,将来如果朱婷他们没办法持缘中国女排, 我们也有另外一套墙将继续征战世界大赛,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希望李莹莹继续加油,将来继续证明自己,成为女排真正的一姐。